记者刘雨庆澎湖报道,西域大果夜玄武炎柱,再度传出游客单手攀玄武炎耍帅拍照,完全无视旁边树立的告示牌,继特教老师攀爬怒骂导游,比基尼女郎脏水塘细水后,又一起爬之举,气得网友大骂无脑响红,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计划架水组阁网,来自高雄的网友 麦卡克日前至西域大果夜玄武炎柱游玩,当时已接近下午50多,却看见一对情侣在玄武炎柱下拍照,男子单手攀在玄武炎柱上耍帅摆姿势,女子则在下方拍照,完全不顾现场树立的告示牌,认为真的很夸张,澎湖很美需要功德心维护,既然没有功德心,就在澎湖旅游最大入口网站 严重局导旅行,彭胡子却网公开分享,对于情侣当无脑行为,网友纷纷留言文盲,想红,无脑及不识字等字眼,更有人直接说摔死一个少一个,直接开罚了。 或者直接在当地设立告示牌,将违规人照片张贴以示警戒,但熟悉当地旅游生态的民众表示,大果夜玄武炎柱几乎年年上新闻,就算树立再多的告示牌都有白目攀排的游客,只有直接开罚才能收到恶阻知晓,针对大果夜玄武炎柱旅游乱想。 彭管处秘书吕迁表示,彭管处虽然架构前主播苏玉红土地,但仍有部分属于私园地主,还在积极整合,虽然可依法观光发展条例开罚,但游客查查不易,未来考虑将驾驶为离,阻隔游客与玄武炎柱,但此举恐将又引发游客抨击破坏自然美观,导致负贫不断。